正所谓万事开头拿,昨晚有关注贝罗伊甲丑袖的球迷,都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90分钟,开场出段取得闪电战破门的油文,一度遭到对手的反超,在比赛最后15分钟,白马军团引天改命。 先是伯努奇制造对手,乌龙大理随后替补上场的贝尔纳戴斯基在93分钟完成绝杀,尹文最终有惊无险地,取得一架新赛季开门红。 各位罗米期待的C罗一架手球,智能流带总在下轮,大安连球场首秀中揭晓了,回顾C罗职业生涯中的英超首秀,他在与伯尔顿的比赛中替补出场,亲自为曼联博的点球。 那场比赛红模4比0战胜博尔顿,而在西架首秀,他则是主罚点凶引众,帮助黄马3比2击贝勒拉科,到了昨晚的一架首秀,尤恩惊险取胜。 C罗也成就了在欧洲三大主流联赛处子秀全部获胜的江人记录,虽然本场比赛他既无助攻,引无进球,但并不能说他的表现就强差人意。 意大利媒体都民体育,今天就用C罗和尤恩,由老虎般的眼睛作为头条标题,尤恩主帅阿莱格里,也对C罗的表现,起予了极高的评价。 罗马尔多的身体状况很好,虽然他只和我们训练了7天,但踢得真的很好。 从世界杯之后,C罗并没有跟随球队前往北美拉列,严格来说,他真正参与全队和列的时间只有一周,无论是球队的技战术体系,还是个人的角色以及队友的技术特点。 他仍在适应当中,我们也不能和球总裁这么快就能确认队友的眼神。 同时永书也提到,C罗有几脚是门状况,索伦蒂罗做出了一些铺就,也有一些没有得到中场球员呼应的出色跑位,这些跑动必须让后面的人阅读到,将提球送到正确的位置。 我对C罗融入球队的印象特别深刻,他在更衣室里非常开心,他有机会进球。 在总书看来,C罗融入球队的速度,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,其实总裁本有机会在开场出段就取得进球。 只可惜他的射门与进球仅在毫厘之间,比赛66分钟,C罗在左路摆脱对方多名防守球员后转身抽射,射门的角度极佳。 却被窃我39岁的老门将单手扑出,证明老门将不仅用高难度的扑就化剑了C罗的顺门,还在比赛86分钟奋不顾身的阻挡前点无人盯防的C罗。 他不惜付出了修科的代价,但如果让他在方德罗船中瞬间犹豫,而那么半秒钟,叫进去内抢到豪点的C罗旗有可能将球送进大门,去迪马奇奥消息。 索伦蒂诺伤情的初步检查结果为迪洋断裂,并可能伴有脑手伤,X光断层扫描的结果不容乐观。 他为了阻止C罗的进球,可谓是舍命救驾,值得respect,顽强的借过老门将无法的坚持比赛,他和他的队友都在用生命与尤门在对抗,面对着一个如此顽强的对手且C罗受到了对方防守球员和门将最特殊的照顾。 由完主帅来格里,可不能以不变因,万变,尤其是上半场C罗在4-2-3-1阵型中出任单剑头,受到对手被严防,花德拉多和道格拉斯科斯塔空有突击速度,却没有进攻节奏,C罗除了18分钟的那次射门外,取得的机会去折可数。 而泳书下半场做出的两次换人调动,成为整场比赛的一大转折点。 踢不上场完成绝杀的攻陈贝尔纳戴斯上场后,尤文的进攻变得更多样。 并不只有波鲁齐的长船和两翼边路突破,曼朱基齐的登场则是完全解放了C罗。 不管是过去赛黄马还是葡萄牙国家队,C可以的身旁都需要一名球员为他做出穿插跑位。 克罗地亚人的指点作用在出场后,马上得到体现,总裁也能在他擅长的左路进行活动,他的进攻威胁力得以展现。 很显然,永叔看到了C罗在4231阵型中,冲当中锋位置的不适应,他的身旁需要一个指点,同时左边后卫方的罗亚上助攻的能力突出。 这样被调整的左路的C罗能够游走到进去左侧,与曼朱基齐形成双塔。 86分钟桑德罗的左路船中C罗和曼朱基齐一个前点和后面的包抄,令卸过防线难以招架。 裁判通过VAR判定这球进球无效,C罗冲撞门架上停鼓时,贝尔纳戴斯的解杀,同样来自于左后卫桑德罗的压上助攻C罗横移进去。 总裁和曼朱基齐吸引了借过防线的全部注意,令来附近区的贝尔纳戴斯,无缘盯防下轻松将球射入。 这场比赛,啊,莱格里的临场调动功力再次被展现。 接下来他要做的是,找到C罗正确的使用说明书,C罗的位置是左路还是中路,相信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 值得肯定的是,阿莱格里收获到的不仅仅是一场练习,还有一连福将,贝尔纳戴斯基的存在丰富了有人的战术体系,减少了两条边或多的盘败,有效的控制了球队的进攻节奏。 虽然名气上,贝尔纳戴斯基逊色于夸德拉多和道格拉斯科斯塔,但在技术特点上,贝贝尔在有限的时间里,展现了战术价值,相信他能够在星光翼翼的游文前场攻击群找到自己的位置。 我们也期待,这名左脚将能为C罗送出更多的精彩出攻。